精彩創新,完美值,SUS 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路跟田鹏飞这两位选手的比赛 15个红球的斯诺克在 团体战的时候呢,这两位选手也是搭档 打赛后,玉伦跟林树也曾经把这两个搭档给打败过 所以我想,其实玉伦的打斯诺克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太久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运动会当中也有相当不错的成绩表现 看看刚刚这个运球打进的慢动 现在对于德鲁来讲呢,很重要的是 要掌握刚刚的气势 想办法搬成手 9个红球 刚刚已经稍微观察过这个球了 所以他的判断是7分,果然也是如此 可是现在7分放回原来就在某球旁边 现在母球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了 安全球,把母球送上去 这个应该是现在的选择 而且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手球刚刚差点落袋 不过余德路只能够把他架干的左手放在台底 要说进攻的话应该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不过防守的话倒是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右手边这个红楼不知道还是能够看到 我们看看他刚刚在看的 刚刚这是一个模拟的画面 好还是保这个球但是好像不够保 五球没有回去而且给了对手 连锋飞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进攻左边的中带 换 这个七分 还不能打得太用力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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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楼也并不是很好 好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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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他稍微猶豫了 可能是對待會接下來的做球 還想要再多做一些觀察 因為如果這局拿下來 這場比賽就結束 你不知道雙方要打第七局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17 24 25 現在單獨的紅球又只剩下一個 22 22 23 23 這次七分的角度有稍微比較大 看看現在把七分打進去的結果怎麼樣 說不定會關係到這局的結果 好 撞得薄薄的 5球 這次跑得蠻遠的 看他沒什麼考慮就爬下來 可能要打個安全球 我總覺得剛剛那個球好像已經打帶跑的位置 這次母球力量就蠻不錯的 這次母球力量就蠻不錯的 當然很多時候跟準度也有很大的關係 很多時候跟準度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母球在不去 母球在不去 可是因為碰到兩個子球的關係 碰到兩個射球的關係 所以母球停在了低區的附近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很大的問題 大大大大大自然